你關閉的時候他會問你說是否儲存在無聚集 就是意思是沒有VBA 這個時候請你不要選擇是 如果你選擇是的話 那他就會直接把你的VBA給去除掉再存檔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因為主要在2007以後的版本 他把原來的 這個2007以後的以前的話它是副檔名是XLS 他裡面就是全部都包在這個檔名裡面 但是2007以後他就分兩個格式 一個是XLSX 這個是只有資料而已沒有VBA 如果有VBA的話一定是要存XLSM 你要存這個才OK 如果你存錯檔 那不是存M的話 VBA就不見了 那不見是不可逆的 意思是你存錯檔 你剛剛寫任何再多的VBA就完全消失了 那再也找不到 OK所以請特別注意存錯檔 像之前就有同學就是做錯了 然後問我該怎麼辦 我說你重寫吧 沒辦法 這也是經驗 OK 所以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2007以前2003的就是這個格式 OK 所以上一次的那個練習檔 它是舊的格式不會跳這個 但是新的會有跳 OK 請你選擇否 否之後的話那怎麼選 特別注意 存檔類型 請你選擇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副檔名就是XLSM OK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再把它儲存 這樣子才OK 但是它會出現變兩個檔了 有沒有 一個檔是XLSM 一個檔是XLSX 以後就開這個就對了 M的這個 我把它改成大圖式 這樣看比較清楚 那有什麼差別 你會發現這邊又有個驚嘆號 有沒有 XL XM的話 驚嘆號表示是有VBA的 那舊的可能就沒有了 OK這個可能注意一下 那另外的話 這邊還有幾道題目 那當然雲端上都有答案 不過各位可以想想看怎麼做 比如152這一題 152這一題的話 基本上又更複雜 怎麼說呢 剛剛只有一個瓜糊對不對 現在呢 有一個 兩個 三個瓜糊 怎麼做出結果 當然一樣 我把它DELITER掉 OK 這個可以這樣 那你如果沒有好方法 你就只能塗法令綱 哇那不是好方法 塗法令綱這怎麼做完 OK 所以很多地方 真的你陳日寫完之後 事情就搞定 但是你不會的話 你就慢慢做吧 像很多地方 工作裡面太多了 每天都有 同樣 很多一堆 我發現真的 很多人做沒效率的事情 但如果你那些事情 都做 說真的沒有很多事情 所以你想想看有沒有什麼地方 可不可以跳 那要怎麼做 都是要想方法的 當然你這一題來看 其實不見得一定要寫VBA 或者寫公式 你會發現這一地方 如果我要抓錢瓜糊的話 那可是問題是你常 第一次可以找錢瓜糊 第二個 怎麼辦 你又要再去算 錢瓜糊第一次的位置 再加第二 再加第三 太複雜了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換一個方法 所以這一題來看 要是我就不要用公式了 我用什麼 其實你可以看 其實這裡面 它有提供給各位 給我們一些功能 像這一題的話 應該用哪一個方法最簡單呢 其實應該用那個在資料裡面 有個叫資料剖析 OK 那資料剖析怎麼用 一 請你先選你要剖析的資料 這個範圍 這些喔 記得規格不要選到 選這些範圍 二 選資料剖析 三的話呢 它會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分隔符號 當然你符號有兩個 不過它只能允許一個 而且它沒有錢瓜糊 所以我們這邊 剛好可以用第二個方法 固定寬度 固定寬度 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它剛好這個線 剛好就在同一個位置 所以你可以往下一步 那怎麼使用它固定寬度 記得喔 上面有個尺對不對 你可以點它一下 它會產生一條線 這個一條線的話 就是我們要切割的位置 所以把它點一下 點一下 特別是要點準喔 如果你點Y了怎麼辦 比如說點Y了 沒關係 這個三角形可以拉一下 有沒有 點一下 這樣就OK了 所以如果你點Y了沒關係 可以拉一下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把我們要的 這部分先把它圈起來 不過前提是 要必須是一樣長度的位置 不然的話也不行 不行你要想別的辦法 反正喔 先想最簡單的方法 實在不行 那就是寫程式了 OK 下一步 那再來的話呢 它會問你說 這個地方要不要 不要的話就不會錄 要這個要嘛 所以不管 這個要不要 這個不要 所以你就選要跟不要 不要的話呢 就不會錄 像這個要 這個是不要的 所以你把不要的選起來 不要的選起來 最後的話呢 告訴它說你要放哪裡 它預設是放在它原來的位置 不過我要是放在這裡 所以你把目標儲存格 改成放在C2的位置 不要點一下 好 按一個完成 是 取代喔 不過它因為之前可能放過一個公式 所以它會認為裡面有東西 把它蓋過去 這樣子的話呢 馬上就可以把我們場寬高 給剖析出來 當然你也可以想其他公式啦 不過我發現喔 應該沒有這個塊 所以如果有這個方法 OK 那當然你用這個方法 至於說 如果你要把它變VBA的話 其實喔 倒不如怎麼樣呢 這一題也許用錄字句集也許比較好 有沒有 你可以把剛剛的動作錄字起來 然後按下它 它就可以再跑一遍 清楚的話就是 有不要放這邊 Ctrl Shift 向右 向下 按著列車 這樣也OK 所以你也可以兩個按鈕 一個是把資料POSE過來 一個是怎麼樣 一個是再把資料清空 一樣產生兩個按鈕 錄字句集 這部分也許 請各位自己練習 我把重點提示一下喔 你可以錄 一 游標選這邊 Ctrl Shift 向下 這個要選 不要選到規格 選的話 我是建議 錄字句集的技巧 一定要用那個快速鍵 Ctrl Shift 向下 那如果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不用快速鍵 跟有功快速鍵 有什麼差 最大的差別是 坦白就是向下 它會自動追蹤 也就是說 你將來的列會變更的話 你一定要快速鍵 如果你用手動這樣選的話 它就固定了 OK 所以這個蠻重要的 錄字句集也會需要注意 是不是向下追蹤 這一件事情 OK 不然的話你錄下來以後 就要自己再改很多程式 反而麻煩 一 游標放在B2 二 Ctrl Shift 向下 三 用資料裡面的資料剖析 然後再把它固定寬度 POPOPO 就放在這邊 OK 試一下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所以其實有些地方 它也要見招拆招 如果說 Israel裡面有提供更簡便的方法 足以取代 你用這個函數來解決的話 那當然我們就用現有的功能 但是如果實在是沒有 這個時候恐怕你就要去想 有沒有其他用BBA 有沒有辦法幫忙寫出你要的這個解決 如果有的話 那事情就簡單了 所以其實工作裡面 真的有太多太多的地方 是可以節省很多的力氣 那現在的話 有些公司 就專門把那個BBA程度 比較好的那些人 提取出來 成立一個team 就專門改 什麼 專門那個team的主要的 這個工作 就是改良 現在所有辦公室裡面 你工作裡面 只要是重複做的事情 就通通把它寫成程式 目前我聽到滿多 那個之前上課的那個 這個這個 這個學員裡面 很多他的工作慢慢改變 本來是 做這個Excel的一些工作 大家慢慢被抓出來 因為他會有點成事 所以成立一個team 專門就做這些事情 那未來我想應該這個 風氣應該只會越來越 應該越來越普遍吧 這個當然我也聽到有一些是那種 可能會牽涉到一些世代 比如說可能 遇到什麼狀況 年長的資深人員 他們非常排斥用程式 這不拒絕學習 所以這年輕人就有機會 因為反正年輕人 學這個比較快 所以 但比較資深的人員 不是說就是什麼都不知道 不然慢慢你會落後很多 而且其實我前幾天 我的同學跟我聊天說 反而資深的 就因為這樣關係 出了很大的疲漏 而且可能 也許是尊嚴 還是怎麼樣的關係 所以造成公司損失 好像一百多塊還多少 就最後那個 那個資深 還沒做到退休 就被fired掉了 只是因為他出了很大的疲漏 然後他不願意接受這種新的科技 因為有的時候說真的 你不用這新的技術 真的你會漏掉很多的細節 因為電腦全部幫你跑完 有錯直接馬上知道哪裡有錯 我們馬上改就好了 不然的話你用人工來看 你有幾隻眼睛可以看 對不對 那電腦的話反正用邏輯盤 回圈加邏輯盤 自動幫你check一下 告訴你哪邊有問題 馬上去針對那個問題去檢查 就好了嘛對不對 對不對 何必還要就是完全拒絕學習 那這我覺得倒是會是一個很大的 所以現在我發現 尤其是他五年級生以前 很多面臨到就是 到底你要不要學習新的知識 的那個 那好像感覺就是有兩種極端 一種是很積極在學 一種是完全就不想學習 他覺得學那個幹嘛 但如果你不學習 所以真的會慢慢被推得越來越遙遠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剛剛的部分 那並且可以把剛剛講的部分 試著用路日聚集的方式 再做做看 OK